好像还有白景婷的假论 可能是因为渔王节经历比较丰富的语音 白景婷表现得非常不错 但也只为一种他并没有参与节目的感觉 众所周知啊 白景婷渔王参与过很多节目的日志 尤其参与过众多侦探的节目 因此白景婷有着比较丰富的节目经验 他曾经说过 现实中很少有人愿意邀请他前去一起玩美食大高波 因为这会让整个游戏变得非常没有意思 起初大家还并不是很能理解他所说的话 但是此次节目拍摄完之后呢 大家都懂了 在节目开始之初 他便拍了大招 像了众多套嘉宾一跳 但解密的过程中呢 他也丝毫不恐惧 解密过程中最为高能的片段 还要当初空心人NPC冲出来的那一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 所有的人表现都大不相同 首先是白景婷 面对让大家都非常害怕的NPC 白景婷却非常的担定 他不显不害怕 甚至还拿起手电筒 动用空心人 当时所有人被分配在了不同的房间 大家去各自分配到房间 寻找线索完成任务 其中白景婷被分到的是一号房 按照节目组的规定 空心人的设定是遇到了光之后 便会比较活跃 还会对玩家进行追踪 如果是邓梅以及杨毅 一到来空心人 多半会直接躲开 但是白景婷却是拿起了手电筒 站在走廊中 动用空心人 这样的场面让人感觉到非常有趣 另外白景婷在这一段过程中 甚至还混入了空心人群体之内 这样与以往的处理方式 让大家都觉得非常惊奇 不过在解密方面 白景婷相对比较弱一点 最主要是因为 白景婷是半路过程中加入了解密 对于这一根密室所有的线索 他掌握的并且是很满善 因此在前两次进行解密的时候 白景婷始终是静静地待在后方 看着大家解密 后期白景婷的表现则是有很大的解密 这是因为白景婷掌握的线索更多了一些 只能说不愧是多次参与过 侦探节目录制的一样 有着非常高的智商 在进行解密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说连原本负责协议的 邓民以及杨力能 速度都没有太快 白景婷曾在接触采访时表示 他平时在媒体 以及其他人目前 只会表现出5%的自己 其他的时候 则会将情绪 全部发散在自己的作品中 不知道在议事大逃脱中 白景婷又会表现出 自己真真实的自己吗 除了白景婷之外 刘耀文以为的较为突出的表现 可能是之前参与过录制的原因 他的胆子变大了不少 在游戏要求大家分开做任务的时候 刘耀文是第二个 对他大家一起聚集的场所 并且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这样的表现也非常值得认可 除了这两位之外 有一位表现的责任 哭笑不得 大家都知道 特别人的胆子很异小 在这一期中 他也是十分紧紧地贴在白景婷旁边 只会消除自己的恐惧 但是遇到空心人的时候 在烟花的帮助下 邓轮成功化身为邓大胆 对于邓轮而言 烟花绝对算得上是 这次季以来最为有用的道具了 总结来说 这一次的节目录制是非常完美的 大多数明星都有了 与以往不同的表现 而新加入的飞行嘉宾 田亮拿出了十分亮点的成绩 尤其是白景婷的表现 更让大家看到了 他非常调皮的一面 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 白景婷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就是他的性格非常弱 不过在白景婷看来 这一次录制则稍有点过分类 原因是 他的鞋子在录制结束后 基本是穿不成了 白景婷曾经表示自己非常喜欢鞋子 他甚至愿意在睡觉的时候 抱着自己的鞋子 甚至有粉丝还评议过 每次前去白景婷的微博 调侃他的鞋子 说不定可以获得白景婷的关注 这都说明了 白景婷给鞋子是非常在意的 但是在节目录制完之后 他的鞋子基本从原来的白色 变成了黑色 为了表达自己的忧伤 他还特意发了微博 来展示自己的鞋子 无论白景婷的心情符合 广大观众的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 这次节目录制的模式呢 完全符合大家的语气